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透过网路 透过电脑 都没有关系 或者你是织本的圣经 一起来读神的话 在《创世纪37》里面开始讲到约瑟 我给他一个题目叫逐梦 那个梦不是约瑟的他自己对自己人生的梦 而是神对他有一个好像像梦一样的计划 那个计划对他来讲 他原本只是一个爸爸的心肝宝贝 后来竟然可以做到埃及的宰相 而且他翻转的是整个家族 甚至整个民族的命运 这是多特别的一件事情 对他来讲真的好像梦一样 可是上帝在这个逐梦的过程里面 必须做的第一件事 是让一个不成熟的孩子 爸爸的心肝宝贝 变成一个成熟的成人 可以承担重任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 神修剪他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说话 就是说话 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人际关系出问题 因为说话不谨慎 你可以说我没有恶意 我说的也没有 我也没有骗人 但是你所说出来的话 到底可不可以使你在你所在的环境里面 跟别人有一个更好的人际的互动 还是因为说话更惹人嫌呢 他的爸爸偏心已经让他被摆在一个 在别人的眼中为他树立了很多敌人 而在这个时候他应该更谨慎 因为知道周围的人本来就已经讨厌他了 但是他还是一个想到什么说什么的人 结果呢 带来的结果是 因为他所说的话 使得他周围的人越发讨厌他 甚至讨厌到一个地步 越发恨他 谨慎我们的言语 谨守我们的口 在说之前 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慢慢的动怒 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 慢慢的说 不仅不说 但是想清楚 我该说吗 还是放在心里就好 约瑟不是一个会检讨自己的人 他发现他说的话让哥哥们更讨厌他 有没有因此他就说 那我下一次说话要更谨慎一点呢 没有 他又做了一次梦 而做完这次梦之后 他不但跟哥哥们说 这次的梦还惹到他爸爸了 约瑟将这个梦告诉他的父亲和哥哥们 他父亲就责备他 哥哥们本来就已经被他说话 惹毛了哥哥们 这下呢 他这一次又做了一个梦 又到处去说 而说的结果连爸爸都生气了 连那个疼爱他的爸爸都生气了 我在这件事上学一个功课 一个成熟的人 一个可以承担重托付的人 要是一个可以在我的失败上学到功课 也就是会检讨的人 他如果会检讨 上一次我乱说话 惹了我哥哥们更生气 现在我又做了一个梦 这一次不要再乱说话了 可是一个不会检讨的人 不会在失败里面学到功课 我们就会常常重复错误 待遇我们在约瑟的身上 学到这个功课 请不吝点赞